同样也是捐AED 就是来自彰化的企业家刘宝莲女士 从脸书上得失蓝阳仁爱之家对长者照顾 所以特地将子女所送的生日赫礼 来改买旧人的AED专程送到宜兰 希望可以提升老人家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刘宝莲女士特别从彰化来到宜兰 将价值栓源的AED捐赠给蓝阳仁爱之家 万一遇到紧急意外时可以胎上用场 救人一命 我刚好我公司也要买这个AED 因为我毕竟员工是我我的亲人 那我当下我也买了两台 结果刚好我就想 就那天晚上我也睡不着在那边想 我买两台不够吧 我应该要再多买一台 那些老菩萨在那边 更需要一台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打电话隔天 清晨我就打电话给业务说 我还要再买一台 我要捐到这边来 那我要自己再过来一次 看看这些老菩萨 收到这份可贵的礼物 仁爱之家也像现场的长者 说明AED的好处跟用途 同时更是呼吁其他社服机构 也应该增添这项设备 现在透过这个紧急的 这个新外控制器呢 可以在对短的时间之内 把救我们的几率它是很大的 法令里面它还没有强制规定 机构一定要有这个设备 可是我在想未来 这个法令里面它一定会要求 这个机构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设备 可是我们在这个法令还没要求之前 我们就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救命设备 我觉得是很棒的 也是给住在这边的 或是来这边的人 都有一个保护跟安全的一个设备 交易公所也在统计 乡内AED所需要的数量 希望透过更多企业赞助 发送到需要的单位机构 降低民众意外发声 宜兰书记者张立玲采访报道